2019年香港小姐15位候選佳麗 這日來到澳門拍外景 麗耀祥、蕭靖南、曹永年和王浩然 還化身工作為佳麗門特訓 那不知道幾位工作對佳麗門的表現又有甚麼評價呢? 其實剛才他們主要的表現是讚 就讚的 讚的挺好 對,讚的不錯 很齊 很齊 對 其實我覺得這次比較平均 而且外形也挺好 對 我覺得蠻不錯的 對 我跟阿修剛剛到 所以我們看得不太清楚 而且他的眼睛也不太好 看得清楚 又近一點 可能要摸一下 我先知道 佳麗門對自己又有沒有信心? 我覺得 這個 我覺得 應該 我還沒有想到那麼遠 因為當初覺得入圍已經是一個很大的驚喜 然後如果能夠拿獎 就一個是另外的獎勵 所以是抱著一個平常心 然後做好自己就可以了 對 我覺得在這個階段說 前三名肯太早 但現在我也是做好自己 然後裝備好自己 盡量使自己放鬆一點 那用平常心的話 好像表現會比較好 對 還好吧 就平常心吧 我覺得其實挺開心的 跟那麼多女孩一起活 一起學習 真的很開心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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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